三角蛇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今天我们来聊聊尖尖的三角蛇 这里的蛇将的特点就是在舌尖像一个三角形 我们知道舌尖常常代表心肺也足上脚 正常的舌尖是一个圆弧 现在从圆变成了这样的三角 尖尖的 这说明整个上脚的气全部收缩在了一起 整个上脚的步入就很解密 像这种蛇像比较常见的问题就是有身体上半部分 比如静间的难受 特别是肩镜的痛 觉得脖子这地方紧绷绷的不舒服 当然这可和现在人的生活习惯有关 另外你看除了倒三角以外 还有一个中极 我们讲过全息舌坊里面这处极柱 这一块常常表现在症状上有脖子到心胸这一带就是心气与解压力比较大 容易胡思乱想 夜眉不安 舌尖偏红还会心烦火旺 脾气还有一点大 如果舌尖偏淡 刚好就和这个相反 这种人是这个思泽气急 凡事都藏到心里 大家看看自己的舌头和自己的这个平时的这个症状对照一下 像这种呢 称一个倒三角 然后只是这一块呢 我们观察这种舌呢 在中间的部位有明显的鼓起 我们看这 这一块都是鼓的这点更明显 这说明了是上胶气欲 源于呢 中胶不通 你看这地方还偏于凹陷 这种大多数情况呢 就会胸格不利胸腔那块 就是总觉得气往上顶心慌 咽喉不爽 头昏脑胀等等一系列的症状 我们常常说这个六腑呢 一通为用 如果说你下面堵了 这个气呢 必然就会上腻 这时候呢 瘀结不通 中胶瘀堵了 瘀结不通 也会容易这个 瘀而化火 我们曾经说过这个心火不能下胶 渗水便宜中胶瘀堵 这种情况下呢 就会有这个口干啊 眼干啊 夜里做梦比较多呀 如果像这个舌尖偏于红 这就说明说这个性恶呢 像活药腿一碰就找 这是一个性恶 其实这个三角蛇呀 主要就是一个气急淤质所导致的 它的主要调理方案呢 就是以疏干理气 可能要配合像这些 剪皮呀 补肾的 清热的 一起来 综合的那些调理 当然出现这种舌头呢 常常是这几种症状 如果自己对照下 还有这种情况还有这一类的症状呢 如果要调理的话 就是从这几方面来调理的 好了今天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了 Chanel 对